雖然天空不作美 台北市一早下起绵绵细雨 但第一天开张的木炸机场 急门诊筛检站 依旧出现车潮绵延不断 要来做PCR筛检 必须有先决条件 想要传关成功 第一关得有快筛阳性 和预约证明 才能进入木炸急门诊 爸爸抱着孩子来做筛检 但孩子挣扎不肯 爸爸可是费了好大一番功夫 才完成筛检 骑摩托车的民众 穿着雨衣 牵车走流程 但可不是每个人 都能来这里筛检 三岁以下的小朋友的话 我们完全不接受他们的问诊 那38周以上的孕妇的话 我们也建议她 就直接到医院去救诊 木炸基本诊同样 踩车来速模式 除了要事先准备 快筛阳性的证明 还要记得预约 上午下午总共600个名额 同时现场开放200人 不用预约 但为了避免接触 不提供现金支付 只能用信用卡 和有500元金额的悠游卡 进入停车场后 医师会确认身体状况 评估是否需要开药 再挂号 如果只做筛检免付费 有领药的民众 着收500元 最后完成领药 现场观察 大约5到10分钟 可以完成整个流程 至于台北市副市长 黄珊珊提到 要将木炸机场 转型成野战医院 也引发话题 强调急门诊 不会收支病人 而是以筛检和看诊为主 不过医师也认为 木炸机场的动线设计 对生障人士不太友善 希望未来会有所规划 而医院也会保留 夜间急门诊 给有需要的人做使用 华新闻放听 翁晨晃特别报道 嗨 我是庄宇杰 想要看到更多的新闻内容吗 赶快订阅华世新闻的 YouTube频道 并且开启小铃铛 跟着宇杰一起看新闻吧